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June曾曾主任 南加州学院圣玛丽诺校区的曾主任 你们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谈到的呢 是何种课外活动 对高中生申请大学有加分作用 课外活动呢 他的用意呢 其实呢 是在申请表格上 让这个admission committee 让这些招生委员会 能够看到学生除了在成绩之外 他们是不是五欲均衡的发展 意思就是说 他们要从这样的课外活动当中 看到一个学生 他们的潜力 他们甚至他们是不是对社会 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社区 是一个有贡献的一个年轻人 那在各种不同的课外活动方面呢 也能够显出一个高中生呢 他对某种兴趣的热爱 甚至能够凸显他人格的特质 在这么多年呢 辅导学生的经验当中 家长最常问的一句就是 要几样 要做几项课外活动 才能够进到好的大学 我常常跟家长跟学生讲的都是说 大学看的 它是重值不重量 意思就是说 它不会以数量来取胜 而是看你做的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项目的课外活动 最重要的是 你在这个课外活动里面 你所担任的 不管是不是具有领导能力 还是呢 你是担任什么样的职位 对这一个课外活动 或者就是最常见的 在学校的社团里面 你是有什么样的贡献 对于社区 对于学校 甚至有的人在非营利组织 在那里服务 所以我常跟学生讲说 大学另外要看的 除了这些以上 我所提到的这些之外 它还要看你的持续性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千万不要因为 你觉得在申请表格上面 看起来好看 甚至凸写你的领导能力 你才去选择做某项课外活动 因为如果你只是一时的热情 一时的兴趣 其实是不会长久的 如果大学看到 你从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到快要毕业十二年级 你所做的都没有一个连贯性 也没有个持续性的话 这样子对你的申请表格的作用 真的是不大的 所以呢 在我们南加州学院 我们常常呢 辅导学生 认识他们的兴趣 未来要读的科系 还有他们整一个 整个的人格特质 我们可以帮学生 来选择 最适合他们的课外活动 也能够在申请表格上面 为他们加分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